2019年,一部由杨阳,江书颖领衔主演赖宇萌,赖毅,李沐晨等人主演的电竞题材青春励志剧《全职高手》上线,该剧已经播出变人气拉满,获得了不少观众的支持和好评。 众所周知,《全职高手》是根据《蝴蝶兰》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,原著小说就颇具人气,被影视化之后,分成了上下两部,第一部已经完美收官,但是第二部还没有拍摄,如今终于要提上日程了,杨阳《全职高手》二宣发,新与主人选公布。 观众,期待你们的二搭,在已经播出的《全职高手》第一部中,杨阳饰演的电竞大神叶秋颇受观众认可,因此对于杨阳的再次回归,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支持和好评。 但是,作为女主饰演者的江书颖,却被爆出了要更换的消息,江书颖2005年便步入了影视圈,凭借2013年的一部《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被观众熟知,自此便展开了以后的影视剧之路,随后出演《一扑二主》、《旋风十一人》、《好先生》等多部剧作,实现人气翻身。 2018年之后,伴随着《恋爱先生》,《一路繁花相送》、《清平乐》、《三十而已》等大剧的陆续上线,让江书颖的人气更加巩固和稳定。 虽然江书颖的表演才能和人气发展都很不错,但是唯独对于她在《全职高手》中饰演的角色不受认可,并不是她没有演艺好,而是很多观众觉得她就不太适合这个角色,不管原因如何,既然有问题。 巨方自然会想方设法解决,于是在《全职高手2》启动之前,便被爆出了女主要换人的消息,并且还出现了新的女主人选。 根据日前出现的消息可以看出,这部即将启动的《全职高手2》好像是已经将迪丽热巴定为了新女主的人选。 不得不说,巨方真的是太了解观众和粉丝们的需求了。 自从杨阳与迪丽热巴合作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之后,无数观众和粉丝便深深沉浸在了他们的CP感中,更是一直期待着他们二人可以再次合作。 没想到如今竟然真的等到了《全职高手2》本身就是一部颇受期待的人气大剧,如今不仅爆出洋洋回归启动,新女主的人选还成为了迪丽热巴。 这无疑是要为拍鲜火的节奏呀,对此不少观众直言期待新剧,期待你们的二搭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